Hello 你好 我叫高嘉诚 我来自广西南宁 现在生活在新西兰南岛的旅游重镇皇后镇 已经来这边两年的时间了 那目前正在当地的一家华人租车公司上班 就是我们公司金牌车行的牌匾 但是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因为已经没有什么订单了 那大家印象当中的新西兰就是一个世外桃源 不过哪怕是这样的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 这次还是没有能够幸免 那从今天凌晨 也就是明天的零点开始 全国会进行最高级别警戒的隔离政策 那今天也会带大家去出门看一下 在隔离政策之下 新西兰百姓皇后镇居民日常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口罩是当时中国国内疫情严重的时候 我们准备来送给中国的自驾游客的 但是后来新西兰发布了旅游禁令 中国游客进不来 这些口罩也就发不出去了 现在就成了我每一次出门必备的一些防疫的装备 那现在这一片我们来到的是一片办公区 可以看到周围的商铺基本上都已经关门了 因为受到这个隔离政策的影响和限制 所以一些不必要的场所都已经不营业了 那今天按理来说还是一个工作日 可以看到街上其实已经也没有什么车了 也没有什么行人 一切都已经冷冷清清的 大家已经开始居家隔离的生活了 山下这一片原来是一片草坪 但是现在可以看到停了很多车 变成了这个租车公司的一个停车场 那现在呢 车已经停满了 因为呢 也没有什么生意 所以所有租车公司的这个租赁的车辆都回来了 停在这边 停得满满当当 密密麻麻的 那黄后镇呢 是一个以旅游为主的这个旅游小镇 现在呢 受到疫情的影响 没有什么游客过来 所以呢 对于很多的这个旅游公司来说 都有不小的影响和打击啊 这是黄后镇最大最便宜的一家超市 在前几天这个隔离政策刚出来的时候呢 有出现过大牌长龙的这个场面 然后大家都有一些恐慌性的去购物啊 但是经过了两天以后 大家好像意识到 并不会让自己饿肚子 所以今天感觉来购物的人也没有这么多 昨天我来的时候呢 超市还没有把这个门给封上 现在呢 就只开了一个这个出入口 超市呢 其实进去的时候 还是可以闻到一些这个酒精的味道 我觉得他们还是做了一些防疫的措施 并且呢 超市里的员工 也都已经戴上了口罩 我们一会儿进去看一下 进来之后呢 可以看到这边 现在最流行的货物就是卫生纸 摆在了入口最显眼的地方 然后 这边是入口 其实人还不是很多啊 然后可以看到货架上这些 生鲜啊 蔬果啊 其实都是满满当当的状态 就是并不会出现食物短缺 因为新西兰本身 它就是这个农业畜牧业为主的国家 我们是食物的生产者 所以无论怎么样 我们都不会出现粮食危机 主食被买的差不多了 情理之中 包括意大利面 货架也空了 然后也是每人限购 然后每一个货架之间呢 其实都没什么人 大家现在都已经很淡定了 排队买单的人 其实也不是很多 整体来说社会秩序还是很正常的在运转 那接下来呢我们去 另一个购物区看一下 当地的药店 他们这些抗疫的不资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出门情报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 黄浩镇旁边的药店 然后这个大哥呢正好要买口罩 我就跟他一起过来拍一拍 顺便看一下这个药店里面的相关的防疫物资 是不是还有啊 刚才那个卖完了 没有卖口罩了 我们来另一家药店看一下 Oh no 已经没有口罩了 No face masks 好吧 也就是说黄浩镇现在基本上已经买不到口罩了 那大家就尽量别出门了吧 OK现在呢我已经结束了购物 开始往回走了 口罩也沾下来了 是因为可以看到街上已经没有人了 非常的安全 那走了这一圈呢我觉得心里还挺踏实的 因为超市里那些想要吃的想要用的 都有非常充足的准备 还有储备 虽然说口罩没有了 但是就看看这个人口密度 是不是感觉口罩也不是这么的有必要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都进入了一个失业的 淡业的状态 但是好在这边的政府呢 有一个支持计划 给每一个企业的全职员工 每一个星期585纽币的补助 只要你的企业能够证明 现在的收入比同时期少了30% 就可以去申请这样的一个政府的支持 那接下来的时间 大家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无聊的小长假 待在家里好了 看看书看看电影 为之后的复工做好准备 反正好山好水好无聊 一直也是新西兰的日常 那等国内的疫情结束了 等这边的疫情结束之后 也欢迎大家来到新西兰 我们一起去探索一下 非常令人惊叹的 神秘的 原始的中途世界的美景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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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